歡迎來到新竹 工程師儘管本季沒有打氣候賽的機會 但是並不影響新竹球迷的進場意願 因為浩泰過去曾經持教過夢獎家 持夢獎家 在APL的第一個賽季 當時他持教的成績是一勝十九敗 在工程師的一個轉換的速度上面 其實就是平不慢 在這幾場的表現上面 那在這個發球的表現 那些旅外的球員 都非常有意願地去做中華隊 為中華隊效力 是 沒錯 阿敏來一個中距離的投射 培訓當中其實浩泰教練也是非常有經驗 對 在整個 幾乎基本上年輕這一輩的球員 都讓他帶過了 這樣子帶著第一個Fail goal 9比8 工程師儘要回領先 就這個球給得非常精采的 接球之後 舒適軒就是一個空檔機會 台湾這一球 不應該把球拿下來的 踢到小胖 這是他最熟悉的位置 很對人體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對那因為他有抽筋的現象展示的話 他一定要即時去做補儲 好 這是一個無預警的三分球 來自林樹偉的手上 這個算是蠻酷的一個體驗 對 我覺得球團也想了各種的活動去經營 跟球迷之間的一個互動 對 浩洁又補上了一顆 對 其實他們的三分出手不多了 第一節只出手5次 而兩分線的在第一節是18投9中 5成的命中率 就像我剛剛球技的後半段 其實確實已經被三分線命中率有影響 哇 這是一個M1 值得上籃 對 凱燕在這個國內來講 這個代球的速度也是水準以上 腳步有點太乾淨了 葡萄裁判沒吹 好 快攻 小胖 哎呀 這就是打經驗球 對 哈哈哈哈 比較多能夠 比較有經驗的球 是比較來得比較少 那在 跟副方相比的話 是比較有差別的 他的狀態其實是在往上走的 所以 但是國防隊的狀態是比較好 去做調整 所以這個就是要再看 拋架之後的輪轉上面 也是來得太太矮小 所以很容易被得分哦 楊晉敏連續的得分 右折 緊把 進去 呂晉敏這球也有一點落差 趕快攻 楊晉敏直接上了 明哥在這一節開啟得分模式 兩款球最後是落在阿明手上 這兩步也是要放過 哎呀 要參考一下政大的球員 對 對 政大的球員有表現啦 是 對 信心沒錯 那其他角度的信心也會出來 這是國豪抖不掉的犯規哦 做一些輪轉 那這個速度來講 其實也是來得蠻迅速的 對 終於分 林輸瑋 哇 突然間拔起了中距離拿下分數 他最後一次的 上籃碰到了影響 阿米尼跟高達籃球 哇 這個放球 突然間短的龍尾棒 輸瑋拿到 所以要膽打國豪 收球之後 跨步夠精采 那第五個三分 球技的前段呢 就是你會覺得他都在中距離做跳投 但現在他的射程是越來越遠了 金榜也環以顏色 射程 射程 第五組 第五組 下籃球 最後還是由凱諺來完成 跟媽媽是台灣人的血統 然後其中呢 兩個人身材大概六十五六十六吋 然後弟弟還 今年的 剛剛在第一組 然後弟弟還進到 非常的不簡單哦 接下來 世情賽的部分呢 日本也會參與 就是成為主辦國之一 八鍋也是成長的一部分 對 好 這個球給到鄭宇豪 順勢的下滑得噴 發生失誤 工程師的兩名洋將都 在回防方面有點異性藍珊了 非常明顯 後面的追法 還近哦 蔣廣籤 上籃或是做投籃 因為籃下有非常絕對的優勢 單瘦閃籃啊 標封玫瑰 一個地墊就感覺很特別 很新奇 這個飛身上籃有 竟然在第四季 對 已經沒有去思考說 是不是打背靠背了 鄭宇豪今天有很多打拆之後的下滑 表現精采 舒緯在控制球 鴻鴻 丟到底線 林舒緯來挑戰 對方一樣叫阿欽 林舒緯 舒緯掉圓邊 金榜 原地的跳投 今天兩顆三分 金榜今天的三分 這個crossover 最後懲罰球還是沒拿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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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繞過籃棒 舒緯璇 投的一些 手感finish 這金榜今天在攻守兩端上面 展現出他的價值 想到 林舒緯快速的轉一球 好 好 高承恩得分 兩分 三分線外 好大出手了 高承恩 110比95 戰勝了目前聯盟排名第一的 新北國王 也拿下了今年在主場的第十勝 同樣 面對 地球 有 我 抱歉 都 砲 母 那 你 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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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